二十七呢 广长设想 舌广而长 柔软细薄 胆脂则复灭 舌头撑出来 可以把面孔盖出 而且可以打到头发 你看 而治愈发迹 佛常常实现给大家看 证明什么呢 证明不忘语 广长设想是不忘语修成的 所以佛说了 三世不忘语 你过去 两世 这一世 三世不忘语 你舌头撑出来 可以填到鼻尖 我们试试看 舌头能不能填到 填到鼻尖 三世不忘语 那佛的舌头撑出来 把整个脸盖到 给你做证明 我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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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极 所以在我们无量寿经理下 讲这个清净三义 把口也摆在第一 第一句话就是 不积他苦 善乎口也不积他苦 所有一切经里面 讲实善业都是身口意 这样排列 只有这个经典上 他把口摆在第一 下面这是身这是意 让我们立刻就想到 口也是最容易翻的 所以这个排列 都有横身的意思 应当要许 没有理由去欺骗人 没有必要去欺骗人 人 在佛的心目当中 都是好人 所以大乘法律地说 人人是好人 四思是好四 善人 尊重我们的人 喜欢我们的人 对我们很好 我们说的是好人 我人 毁谤我们的人 羞辱我们的人 陷害我们的人 那些人也是好人 你都要认识 他对我好在哪里呢 他替我小业障 我们无事到今生 造的威业多少 谁肯替我们小业障 这些人替我们小业障 我们不能有怨恨 我们要感激 为什么呢 造作为 如果毁谤是四思 我们感激他 我们要改故自行 他提醒我了 如果不是四思 我们很冤枉 他造的罪业就很重 将来他要得果报 消我的业 他承受我的果报 我报 你说这多可怜 所以我们要 以自己修行 这些功德 回向给他 希望他将来在 我道里头 受苦减轻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回报 他现在造作罪业不知道 果报现前 他明了了 他才知道 我们对他一点无意都没有 还在帮助他 这就是 冤结 自然就化解了 他跟我们这些 结怨 我不接受 这个怨就结不上 他跟我结的怨 我要想报复他 我想怨恨他 那就坏了 那就错了 那就变成将来 冤冤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双方都痛苦 这就错了 统统化解 一笔勾销 那佛法最高的理论 指导的原则 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必计较的 都是虚妄吗 不是真的吗 你要计较干什么 人真的要存好心 要说好话 要行好事 要做好人 灾难这么频繁 我们会很平安度过 我们天天生活的 非常充实 真的是在这里 积功累得 这个生活都圆满 这个生活才真正是 方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每一天都在积功累得 任何人不能破坏 功德只是你自己 拯救 陷害的那些人 在旁边山峰 为什么 他破坏不了你功德 他让你自己破坏 他来挑衅 来引导你 叫你发脾气 叫你贪心 叫你贪婪 叫你愚痴 我不听他的 我不发脾气 我不贪 我不吃 他就一点都不起作用 就不能上当 功德是什么人都不能破坏的 魔王都没办法破坏 魔王他们能破坏 就是山峰 叫你自己毁灭自己 自己破坏自己 我不听他的 有没有死 他以后就不来了 为什么 没笑 这是释迦牟尼佛 八向成道里的事先 享母 你看佛用什么方法享母 用定功 如如不动 用慈悲 把它就化解掉了 这一套一定要学 学了受用无穷 学了真的能保护自己 如果你也不学 几句不好听的话 就冒后三丈 你就下地狱了 他就这样把你送到地狱去 送到地狱的时候 他不负责任 为什么 你自己下去 你自己发脾气 神经自作自受 与我不相干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上当 我们自己成就 也成就到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这种心叫闪行 这次叫圆满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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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